走在比較內側的位置 形成了保送 打得很高 在中左外野方向 來看一下到底要交給誰 要交給誰 最後是中外野手 Clove 像他腳步喔 這一顆球最後是已經形成了保送了 所以也不會有到底成功的狀況 選球也大開 棋局上Lucky7 Team Taiwan 三次保送幾成滿壘 Katim先生會覺得很可惜 這顆球最後並沒有獲得主神的喜愛 非常年輕的投手 年僅19歲而已 要上來拆滿壘的三顆炸彈 江坤宇帶進到左半邊出現籃打 三壘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 二壘上的跑者繞過三壘 現在也要回來得分 江坤宇一棒帶回兩分的分數 把六局下半所掉的 通通給拿了回來 珍惜殺江坤宇 今天第一次打擊就帶了兩分回來 那你這個感覺喔 台灣只用了一次安打就換回兩分 關鍵點應該還是在結合了這些 投手的保送 所以良好三壘 他才知道投手不會投太閃 選擇機器出棒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真的是扎扎實實的阿達利 尤其是在這個打擊 兩壘兩壘之後那顆曲球有辦法忍住 才有這顆球可以打喔 好多火 好好好 好